最近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又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7月11号武汉的一位房屋中介人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目前武汉二手房几乎卖不动 供远大于求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这名中介人员透露的武汉和深圳的房市情况 或许可以看作是中国整体房市的一个缩影 中共当局也承认房地产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灰犀牛 那么现在这只灰犀牛是否要露头了呢 中国著名的实业家曹德旺 在去年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说 未来房价上涨已经失去支撑 拥有多余房产的人应该抓紧时间脱手 否则可能租不出卖不掉 对于曹德旺的这个说法当时有人不以为然 不过仔细分析当前的楼市环境 不得不说一切似乎被曹德旺说中了 大陆网易新闻最近发表文章 称2021年中国楼市迎来了两个巨变 第一个巨变是中共对房地产的金融端 进行前所未有的严控 比如设置三道红线 限制房地产企业融资 其次为每家银行设置贷款额度 规定他们只可以把一定额度的钱 用于房地产贷款 另外今年上半年还传出 中国的银行已经基本停止给二手房贷款 第二个巨变是2021年 中国楼市陷入了供大于求 和买不起卖不掉的双重局面 供大于求是因为新房库存 和二手房挂牌数量激增 但民众的需求相对疲弱 买不起卖不掉是因为无房者想买房 但面对高起不下的房价无能为力 有房者想套现 但不肯在价格上让步 导致挂牌的房源有价无市 不过这种情况或许不会持续太久 因为供大于求的局面 最终还是会导致房价进入下跌的通道 有人可能纳闷 为何到今天楼市仍然到处充斥着 一房难求房价上涨的信息呢 网易的文章说 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刺激购房者的神经 才能吸引接盘侠入市 基于对上述两大巨变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 曹德旺关于房价的预言真的是一语成衬 当前不管是当局对金融端的严控 还是供求关系的变化 都显示了房价上涨已经失去了支撑 房地产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关系着相关联的上百个行业的兴衰 另外 中国房地产相关贷款 占据银行贷款的40% 房地产和金融行业早已处于一条省上的蚂蚱 如果房地产出现衰退 可能引发中国经济的血崩 因此如何应对这只越走越近的灰犀牛 无疑是中共政府当前面临的一大考验 好 我们把镜头交还给主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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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